心灵法门 五大法宝 看白化佛法 为什么要看白化佛法 同修问激公菩萨 远处那边的天是哪里 激公菩萨回答 你认为它是哪里 它就是哪里 当时梦中意念里 那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同修继续问激公菩萨 您的扇子在我梦里也曾见过 不破的 您穿的衣服也是干净整洁 激公菩萨笑的 破子破扇子破与不破 不过是外向罢了 心不要破才好 他看到了天上的美景盛况 哪还看了天上的美景盛况 哪还会为人间那些事 忧心烦恼 你看这天上的美景色可美 人间可有这等美景 同修回答 人若心美 人间照样有美景 可惜五浊恶事 人心不古了 接着激公菩萨 把这位同修带到了天上的家 同修发现激公菩萨屋里 竟然也有白化佛法 他也在看白化佛法 同修好奇 便问激公菩萨 为何也看白化佛法 激公菩萨 拿手中的扇子 轻轻一挑同修的头 笑答 卢采长收了这么多弟子 我也好好看 白化佛法 开智慧哟 请师父开始一下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菩萨的谦虚 这很简单 菩萨谦虚 一般的好的佛经 佛法 所有的菩萨都看的 大家都看的 好的东西都看的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菩萨的境界智慧都这么高了 他们也在看白化佛法 那我问你一句话 我问你一句话 在天上 比方说菩萨道都是菩萨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我们在人道都是人 对不对啊 对 你说人 每个人文化水平都一样 是不是都要看书了 是的 这个动物一看 人都有智慧啊 还要看书啊 明白了 是吧 这样我就想起来了 你看 都菩萨 大菩萨都在听上讲法 听阿弥陀佛讲法 听观世音菩萨讲法 他们都是在学 对啊 你说起来说 你已经是菩萨了 你为什么还要听 大菩萨讲法 学无止境的 这才不懂啊 真的时候啊 那个眼睛会看到 那个 那个所有的菁萨 周边全是蓝色的 那个这个 是好还是不好 啊 菁萨都是蓝色 有一点金光没有啊 没有光 但是它所有的 那个就像那个镂空的 就是好像是 就是整个中间是黑的啊 之边整整机器 全部都是蓝色的 亮不亮啊 嗯 反正是 不放光 但是 很明亮 很漂亮 很很很规则的 非常 请你看得非常舒服 那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晚上看的时候 看金 就是你也看 您的白发 白发文的时候啊 他会呢 就是说 下面有时候 他会有白色的 这个素语白色的光呢 还是什么 不知道 也不是很亮 但是有白色的 对对对 这个是好事吗 这是好事情的 好事啊 说明 其实呢 你还是有缘分的 还是有缘分的 现在有太多太多 其他的法门 都在学心灵法门 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 因为根据不同的时期啊 他有不同的法门下来的 你明白吗 就像过去 我们的医学 对不对啊 过去因为没有这种病 那么所以呢 当时就没 不会有那种啊 化疗器器啊 放疗的东西啊 或者那种超声波啊 它是到了一定的时间 它才会发生出来 那你说你为什么 菩萨早点不给我们 超声波啊 为什么早点不给我们 那个有电脑啊 为什么到现在才给啊 他没有到这个时间 他不会给你的 听得懂了吗 所以你们学习 很多的法门 有些法门呢 都是很好 真的很好 他想说实话 但是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法门 其他的法门也很好 选择一个 你最喜欢的法门 那就是能够对你自己 最受益的 就是啊 我现在呢 就是说念这个法门以后呢 那个肝囊组呢 变小了一点 也不是小很多 但是小了一点 所以我非常感恩师傅 感恩关系音谱 还会越来越小 其实前两期节目问答中 师傅曾经给一个同修解梦 说他的业障已宵尽 以下是他学佛过程中 看白话佛法宵夜的书上分享 感恩师傅 师傅一直在强调 要看白话佛法 刚开始读一篇白话佛法 十分钟就读完 到现在要画上一个小时 做笔记 反复看 非常有收获 白话佛法 其实就是师傅用白话 讲述成佛的 成佛的方法 有两个心得体会 分享给大家 第一 看白话佛法的时候 只要有做得不到的地方 他就做笔记 让自己的加强记忆力去改正 同时将白话佛法中的句子 分享到朋友圈 第二 看白话佛法时候 这位师兄非常希望 每个人都可以读到 这么好的开始 他如饥刺可地看书 智慧能量带给的快乐 充满同修的全身 同修希望自己能够记住 白话佛法的内容 以在度人的时候 用白话佛法回答问题 2017年10月份 菩萨提醒同修 业障比例是19% 今年雅加达法会 菩萨提醒 同修业障已消尽 六个月时间 业障消除了将近19% 白话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白话佛法是让我们脱离人间思维 用菩萨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当你用菩萨的思维 思考问题的时候 业障自然也就空了 同修跟师父学活六年了 从未找过师父看图腾 只是按照师父教我们的方法 没有懈怠地学活 六个月的时间 业障消除了近19% 白话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请师兄们平时除了念经以外 每天一定要注重 白话佛法的学习 咱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将这么好的佛法 带给我们 感恩师父 我已经跟你说了 菩萨都着急 你们现在知道 我开始没有教你们 拼命地学白话佛法 现在要拼命地学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图上注入了大大的能量 所以白话佛法 你们只要好好学的话 可以消业障啊 你想想看 你如果不放生的话 你或者你平时很难 出去有时间 你在家里看看白话佛法 你能消业障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咱师父 白话佛法真的是 我们在楼下共修 就是很有感悟 就是以前自己看的时候 可能就是看一遍 就不会用到实际当中 但是跟那个师兄们一起分享 心得体会的时候 就发现 通过一些老的师兄 长辈 他们的一些社会实践的经历 我自己能学到身上 就是能应用到实践当中 就是我发现 就是跟大家一起 集思广义地学习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很有体会 也感恩师兄们的帮助 感恩师父 新加坡现在有这个疫情的关系 也感恩共修祖佛餐哦 参排了一些牌 博博华餐 给我们每个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都一起共修 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参加 就很很发展 就有一个梦 梦境就是说 可是父在我 有些人跟我讲说 我太太 消了一篮子的一夜 说你太太 消了一篮子的夜了 你看看多厉害 对对 很发展 新加坡很快 新加坡现在很快 对很感恩 很感恩 师兄们 很用心 对啊 人在做 现在看啊 你做的不好的话 天上不法声 都会惩罚的 对 对吗了吗 天纪夜课参加 又轮到我 梦到我 就是好像 唱了一整排的衣服 唱到很整 一整排挂在墙上 是啊 就是这样 要当心的 同修的父亲 今年82岁了 四年前 父亲就在香港拜师了 但是回来后 就听十部话 每天坚持念经 做功课 父亲以前有 胃肠息肉 通过念诵小房子 胃肠息肉彻底好了 面相也越来越年轻 但是因为 父亲特别爱自己的孩子 经常为孩子 做这做那的 没有多少精力 去念 找房子 同修很着急 放不下呀 担心父亲的身体 同修 让菩萨 祈求 希望菩萨 可以帮助父亲 保护好身体 希望他 能利用 剩下的时间 可以好好修心 往生的时候 可以上天 超脱 不然有一天 父亲 就跟母亲说 我要保护好身体 好好念经 咱两口 互相照顾 因为父亲年纪大 念不动小房子了 同修 就让父亲 念白话佛法 父亲很听话 说念就念 念完了一册 又念一册 2019年春节的时候 父亲就跟同修说 你看看你妈妈 还是放不下 家里的东西 又要盖西江房 又是家里的东西 我可是放下了 我就是看 白话佛法放下了 那些东西 有什么用啊 两眼一闭 都不是我们的了 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 因为母亲不识字 只是念 关心菩萨正好 同修就让父亲 念白话佛法的时候 念给母亲听 这次同修 回家看到 82岁的父亲 给78岁的母亲 念白话佛法 法喜充满 看父亲 和母亲开心的勒 除了感恩就是感恩 同修也希望他 这个分享能够 告诉更多佛友 希望天下有缘的父母亲 都能来学佛念经 离苦得乐 感恩师父 师父都很开心 我听了都很开心 很好 非常好 我今天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就今天一般你刚发觉的 大乐片 过去大乐片 我只要穿长的音符 两个手皮肤 是很太阳的 一见太阳就很阳的 很阳的 你两个手一见太阳就很阳了 哎 哈哈 我还说不好 怎么 就医生说 这是阳光性的 皮肤 好几年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今年呢 我还记得我怎么 长袖 不穿太阳一带 两个手臂 不发阳了 哎呦 就方采 就好了呀 特别好了呀 哎好了 这个跟你说了 念经 菩萨把你偷偷的 全治好了 哎 嗯 最主要呢 今年呢 就看了白话图吧 看特别多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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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字 你要当心忧郁症了 连续一句话 在脑子当中回荡 超过六句 那就是有轻度忧郁症了 听不懂啊 啊 好的 笑啊 白话图说一下 蛮多的 还有 小房子 这一个好多 两个手臂呢 两个手臂毛病就好了 对啊 功德无量 恭喜你了 哎呦 对着放声 念经 哎 白话图法 小房子上去 对啊 就认为 认为这个上市 哎 宵宵爷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脚 两个脚脚脚的 疼 就我问人家 为什么脚脚 都会疼呢 没什么毛病 所以 这是冲锋病 对啊 血脉不合呀 血倒不去呀 你要多泡脚嘛就好了 泡脚的吧 后来也是帮生命经看白包 今年两个脚 脚只是不疼啊 不疼就可以 你看他们鞋子要买大的 不买小的 只买到时候买大的 现在就要紧了 就是很罚气的 在看白话脚帐的情报呢 我好像有 我觉得好像 在看到看白话脚帐里面的 在看白话脚帐 在看他点点特别给我们指出了好多的缺点 你在青年里说 在青年圈就更多了解了 忏悔了自己的矜持症状 上线 就有点了 是的呀 只是你讲话讲得不清楚 脑子不清楚 其他没什么 你讲的都对的 有一个 就是有一位同修看白话佛法吗 越看越发喜 越看越进步 深深感悟到师父所说的 白话佛法就是给我们在人间开悟的药池 有两次 同修在晚上看书的时候 因为太困了打短睡 就闭一眼的一瞬间 看见白话佛法书上的字 完全不是黑色的印刷字 而是每个字都是由亮光形成的 凸显在书页上 同修深深感恩师父 给我们讲解佛法的精髓 同时也是很遗憾 还有一些同修 还在东看看西看看的状态 希望这些同修 能够用心去学习白话佛法 早日开悟正道 感恩师父 你看多好 所以我叫你们好好看 现在很多人救不了的 他很多人你知道吗 他们到了下面 他们很痛苦 他们叫啊 就冤枉了 他们就叫啊 哎呀 我在人间为什么不学呀 这种人苦得来不得了的 没办法了 我的就是在那观音堂的佛台 是在我做生意的地方 是另一家的房子 就是家里还有一个佛台 就是上面也供着观世音菩萨的图像 还有尼乐菩萨的图像 还有就是那个道家 就是地下园巾的像嘛 有一天晚上我做梦 就是地下园巾 就是从他那个相逛里出了一股 就是在那上 烧着上乡的肥子的烟雾 人物在佛台上写了一个肥子 当时我一定以为是不是 这个肥子是他也在提醒我 叫我多看肥化佛说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要问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是这个意思了 白化佛法现在好得不得了 天上地下都知道 我刚好才看到第二次的 那个白化佛法说 可是我忘记了是第几面了了 我突然间看到那个里面内容的时候 他一小蛋一小蛋 我一看到那边 那边变成粉红色的那个字眼 我觉得很神奇 是什么原因 这个菩萨加持啊 还有人看见 翻过来还看见莲花呢 还有人还翻过来还看见菩萨呢 我同修 同修他总梦见你 就是他也给你打不通电话 他总梦见你给他加持 就他有时候求菩萨特别发喜 就是什么神菩萨都告诉他 就我跟你分享一下 就真的是法门特别特别好 每天我都特别跟他 听他爱分享这件事情 特别神奇 而且就梦里头 哎呀就是你给他大加持 他醒了之后 身体就特别特别热 而且他晚上看一天白花佛法的时候 完了他有的时候 晚上就会梦见 这就是为什么我叫你们看白花佛法原因 我又不能给明讲 你们看了之后 很多人就看见菩萨了呀 这还不懂啊 哎呦师傅 你的话呢 我一直记着 一定要每天看一篇白花佛法 就算看了睡着了也要看 对 白花佛法真的是很好 真的很好 对真的很好的 我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看一篇 对 让我懂得了明白的事件的一切都要放下 对 不要去执着了 很多人除了念经 成诸念经有什么用啊 单单念经的话 你什么都不懂的 学佛要心明 要有开智慧的 没有智慧哪成佛啊 佛比我们不一样 就是因为佛有智慧啊 听不懂啊 对 我大年 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就是做到台长 台长给我写信 写了一封信 写了大概一张A4尺这样子 一些短语嘛 可能是鼓励我的话 最后是你的签名 然后下面又有你妈妈的签名 然后台长的妈妈名字里边 好像当中有一个叫菊花的菊 还有一个叫风方的方 这两个字好像 然后突然就出现了 像天上一样 像天书一样的一张 一个本子 本子里全部是大悲壮心丁 应该全部都是我念的功课 礼佛大上毁门啊什么的 然后里边写的满满的次 最神奇的是里边都是有白话佛法的 应该是我每天看那个白话佛法的文章 它的标题 然后第几册 然后那个多少标题也写上去 这个是不是天书上面的那个 对了 对了你念的签已经在天上记录了呀 非常好的呀小丫头 千万不要懈怠啊 明白了吗 嗯 嗯 那连白话佛法的这个文字标题都能记到上面去 那当然 天上怎么会没有白话佛法 你以为是台长自己讲出来的 全是菩萨的话呀 哎 哦 什么样法门都有的 精华集中在一起呀 这都不懂啊 哦 不是菩萨讲的话 那我台长讲的 哎 嗯 我想跟师傅分享一下就是白话佛法对修心的重要性 嗯 弟子学佛六年多了 但是因为没有系统的学习白话佛法 所以造成了修心方面的欠缺 不明佛理 没有智慧 也缺乏定力 在修行的路上做了很多不有理不有法的事 弟子向观世音菩萨向师傅真诚的忏悔 然后最近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点化 让我明白 呃自己在念经和看白话佛法时间上的分配特别不合理 所以造成每天拼命的念小房子缓债 却因为被佛理理解的缺乏 念经时杂念纷飞 意念上又不断的造新叶 然后念经的实际速度和质量都不好 呃 所以不断的就是在梦里还要追加小房子的数量 造成每天一睁眼就念小房子 然后白话佛法呢也没时间看 每天都是念完小房子到晚上 睡觉前才冲冲看一篇 嗯 所以也不能深刻的理解和消化 嗯 并接收菩萨能量的 菩萨的能量和智慧 造成了恶性循环 甚至心存怀疑 就是心存疑惑 觉得业障总是还不完 失去了学佛的法体 我想可能很多同修就是都有跟我一样的问题 嗯 后来呢就是经过菩萨点化以后呢 我就调整了一下就是念经和看白话佛法的这个时间比 比例 每天就是先看白话佛法 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然后呢并做笔记 嗯 每一次都是先看一篇 然后之后呢再重新来过 再看第二遍的时候呢 最超重点 嗯 之后再念礼佛 念礼佛的时候呢 以前念礼佛就是点头比较快能的那面啊 现在念呢就是一佛一拜的念 大概是十二分钟念一遍 然后呢就是拜的时候特别慢 把心就可以完全静下来 嗯 静下来之后呢再做功课和念小房子呢 我本来以为小房子的数量可能不会像原来念的那么多啊 嗯 但是没有想到小房子的数量没有减少 反而是比原来念的还还多还快 而且呢就是念经的质量特别好 因为就是呃通过白话佛法的学习嘛 对这个佛法理想的空性的理念呢 理解的比较透彻以后 念经的时候就是心里的杂念就特别少 甚至就是没有杂念 所以就念经的速度和质量都能提高 心比较容易静下来 所以就是跟呃 所有我们分享啊 白话佛法特别特别重要 如果就是呃不看白话佛法 只是念经念小房子的话呢 就会跟我之前一样造成恶性循环 来师傅您再听呢 听啊 嗯 啊 然后呢呃 我觉得白话佛法特别好 就是哪怕呃 一整天只能念出一张或者两张小房子啊 但是呢就是因为白话佛法的能量啊 呃 充满了呃 充满了整个的就是全身啊 还有思维 所以就是一天是没有烦恼的 也没有杂念 对啊 对啊 心情特别好 对啊 这个就对了 这个本身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你不能做整天做功课 你要理解课题 就像做这个功课就是什么 功课就是你在学校里 你不听老师上课 你整天回家做功课 你说你这人成绩会好不啦 嗯对 是 所以所以就是白话说法太重要太重要了 一定要学 嗯是 然后我我我就是对白话佛法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 还有白话佛法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啊 就是因为我们人间的思维限制了我们对宇宙空性的了解 而菩萨的思维呢是证悟了空性的智慧 然后佛法呢正是对菩萨思维的理论的一个解释 当我们不断的用菩萨的思维转换我们人间的思维的时候 烦恼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白话佛法学习的越多理解 理解的越透彻 学佛的目标也会更明确 念经的效果也会更好 白话佛法的制和量就可以得到保证 学佛就会减少偏差 少走弯路 这样的理解正确吗 正确 因为这个正确很好的 因为表面上看看白话佛法好像有的举的例子比较简单 实际上你想想看 简单的东西你做不到 我举个简单例子 谁都知道不要骂人 谁不骂 对不对啊 谁都知道吃的好的东西 要保护肠胃 不要晒的太饱 谁不吃的饱啊 嗯 简单的道理 你能不能往生的去理解 你能不能做到都是问题 对不对啊 对 是不是就是经常的看白话佛法之后 就是把我们的人间思维从 就是就给挤出去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菩萨的思维之后 就就是就会有超超思维出来 对啊 就是人间的烦恼就没了 就不叫超思维 这叫境界提升 生完孩子后 由于对孩子呢 过分担忧而导致了忧郁 请问师父是否担忧 等都会产生新的业障 呃 业障也会产生业障 同时同修在这里忏悔 做叶子期间 虽然念经也烧送小房子 但是没有看师父的白话佛法 后来结果心情很忧郁 后来结怨了白话 白话佛法六 每天看几篇爱不四手 非常好 能量非常大 呃 很快就走出了忧郁 白白话佛法六 教会我们处理很多问题 非常感谢师父 同时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看白话佛法 这才写的第二问题 这很好 这没什么大问题的 嗯 就是要坚持啊 嗯 他现在 如果他好好念的话 他会越来越得到加持了 星期二八号的时候 哎呦 那个那个寂寞 看到我背景都凉哦 哎呦 师父太伟大了 哎呦 我想想我今天师父 哎呦 我们这是 忍得了 这是我的下午 哦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灵性 附在那个人身上 哎 对啊 那个人当场 两种声音出来了呀 哎呦 真的 我看到 这背景发凉 也在凉到 难道是 你这个是对的 你这个是感觉对的 因为那些 只要是鬼的声音的话 你听了你会 浑身会 皮疙瘩都会起来 你看看师父 天天帮你们背着 天天帮你们问啊 看啊 你想想看师父 承担多大的业 对呀 我想想师父 真是太伟大了 哎呦 我也不讲啊 我也不讲 希望你们自己 知道就好了 受不了的 一般的人 哪有这个能量 接受这种东西啊 嗯 接受不了 真的 后来我上晚上的时候 拜香 那个拜 拜卜萨的时候 一股暖流 从我那个 从头顶 一直到我 哎呦 正是菩萨救了我 呦 我想想师父太苦了 哎呦 真是我们 苦也要救人 不苦也要救人 到了人间就得救人 不救人 你就是真的白苦了 你救了人之后 你不是白苦 你就是能够 得到一个 很大很大的 那个那个功德了 你明白吗 嗯 好了 那个我看白发佛华 哦 师父 真是看到你那个 就那个 有一篇文章是 救那个 周太太的丈夫嘛 就是那个 可能 阿米 就是弥勒佛 弥勒佛来了嘛 哎呦 真是啊 我看了之后 一直笑笑笑 我也跟着 像是特别开心 后来眼睛就看到 弥勒佛来 啊 三天连续啊 弥勒佛一直来的呀 弥勒佛现在 在人间也帮助佛法的呀 一直在帮助呀 哇对呀 就是怎么 那个白发佛法 能量这么大呀 就是这么大呀 很简单了 所以我叫你们 每天每天要看一篇呀 我看的呀 那不看的人 就是倒霉呀 他自己活该 哎呦 真的师父 这个看白发佛法 会看到清光的哦 那肯定的 人家放在 放在枕头边上 人家都有清光了 哎 真的呀